量起来给大家看 这样了解吗 那我们可以把水呢 差远一点 只要有水滴落下的地方 它都会感应到 它都会发光的 所以待会下去呢 就好好的拨拨水 但是提醒大家 拨水的速度呢 不要太快 你拨太快 手会好酸 你知道吗 上来蝴蝶绣都不见了 那基本上呢 在拨水的过程里面 也不要把水呢 拨在别人的身上 拨在别人的身上 它不会发光 但是呢 它有可能会发火 所以要自己注意一下 好不好 那这些岛类 我刚刚提醒大家说 它是生活在海水里面 对不对 那海水 台湾也是一个 四面黄海的一个岛屿 对不对 那为什么 靠海的这么多个县市 我们很少听到说 哪一个县市说 它有蓝眼泪 对不对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那马祖的海水 为什么会有蓝眼泪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那是因为呢 马祖的地理位置的关系 马祖呢 位属在我们中国大陆 福建省的一条 闽江的出海口 那这条河流呢 每年的三到九月份 是它水流量最充沛的时候 当这水流呢 冲发出来到马祖附近海域的时候 它的河水里面 带来很多的有机物质 带来很多的营养源 所以让马祖的这些藻类 它有充足的食物 它可以吃 它就有机会成长 就会有机会繁殖 对不对 那很多人呢 也在说马祖的蓝眼泪 是不是一种污染源 事实上不是 那因为呢 我们有一位蒋国平教授 他呢 带领了一个团队 在马祖呢 研究了四年的时间 他说 它是一个自然现象 你看 你说如果是乌兰物 到冬天 为什么马祖就没有蓝眼泪了 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不是吧 对不对 那是因为呢 这个水温 一般来讲呢 这些藻类 它最喜欢的水温 在十四度到二十四度之间 那这个夏季 这一般来讲 夏季 太阳会太大的时候 基本上呢 这些蓝眼泪的数量 也会跟着变得少 它会水温会高过 也许会高过呢 二十四度 它不喜欢太热 但是呢 它也不喜欢太热 所以呢 蓝眼泪 是一种季节限定版的东西 一般来讲呢 是三到九月份 才可以容易看得到它 那待会呢 下去看 基本上呢 它的数量很不错 那我们在拨水的过程里面呢 我们会看到 水里面有好多好多的 萤火虫在发光 有很多很多的星星 在水里面的感觉 这样了解吗 它就是一颗一颗 非常非常小颗的一种藻类 那我们肉眼看到它呢 基本上呢 会比较白光一点点 没有办法像照片中 呈现这么蓝 如果想要拍成这样的照片 就必须要具备有 这个比较高胆一点的相机 才有机会可以拍得到 好不好 三十四 好